周一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 称逃犯条例修法将按照计划进行 于星期三提交立法院大会二读 林郑还声称 她不是在中共的驱使下推动这个法案 中共外交部呼应林郑月娥 将继续支持香港当局修订条例工作 6月9号大有行组织者民阵 周一下午在立法会召开记者会 要求林郑立即撤回恶法 问责下台 立法会议员毛茂静表示 林郑面对一百多万民众上街 仍执意推进逃犯条例 简直难以令人执心 林郑月娥的态度激起很多人 特别是年轻人的悲愤 质疑当局并非真正为香港读想 反送中游行活动召集人陈子杰表示 民阵会从星期三起 持续在立法会外示威反修例 但强调 不会鼓励市民冲击立法会 另外 已经有30多个组织 宗教团体 商店 将在周三罢市罢工 抗议政府继续修订逃犯条例 周日 航拍视频令人惊叹 香港市民一批一批涌入 反逃犯条例游行队伍 穿过铜锣湾 湾仔购物中心 及住宅区 前往香港立法会 游行人数高达103万人 超过2003年 反23条立法游行的50万人 是香港97年以来最多的一次 午夜后 警方展开清场 全副武装的特警随即掉入 他们手持盾牌紧握紧棍 逐步驱离 至清晨完成清场行动 警方表示 一共拘捕了19人 新唐记者李梅 田瑞 综合报道